打電腦 那動 幹嘛 我就打電腦 妳在打電腦 我等一下再來 就是平常的態度 那眼神呢 眼神要放在哪裡 看哪裡 看眼神 看眼睛 對 把妳平常的態度表現出來 但是這個時候 通常媽媽會看到 螢幕上去 不是 媽媽想到哪裡 所以這樣及早做準備了 現在有一些書都不錯 都在教爸爸媽媽 怎麼去處理小孩 從可能兩三歲就開始問的問題 一直到大學會問的問題 好 我要跟你訂購這一系列書 很重要的 很重要 我覺得 曾教授不愧是教授 你不覺得他在講這個問題 他都沒有情緒 真的 沒有欲望 對不對 沒有欲望 這是要練多久才會這樣 就是大概看了幾千篇的AV字 沒有 我還沒講完 洪水法 但是你看完以後還要 教別人那是什麼 你就會練成這樣 這樣 對啊 比如說我想要 剛剛講到聲音 然後那個少年看很多 有一個工作你可以做 除了剛剛提到那些 你還可以幫A片配音 配音 因為 其實因為你們都是看日本的 你們都是看日本的 如果是歐美的 特別是歐洲 它有很多A片是事後配音 然後我們有認識一些朋友 他做的就是一個工作 你在做什麼呢 就每天關在錄音間裡面 開始 這樣叫過去了 所以 其實我是要順便讓大家知道 A片它就是一種電影 它裡面的都是 它也是需要後製的 對 然後它都是 因為要效果 要戲劇效果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 那裡面很多是在挑戰人體極限 不是在介紹人體奧秘 你們如果要認識人體奧秘 應該來找 DISCOVERY 或者看DISCOVERY 然後現在其實學校裡面 開始有開設這種課 不再只是兩性關係 因為兩性關係 常常談的比較多是關係 談戀愛 婚姻 那性的實際的 比如說操作技術 還有會發生的困難 現在開始有一些課 叫做人類性學的課 都是在通識課 你們或許可以修修課 不過還是要看老師吃 可是我覺得今天這一課 請要曾教授很難得 所以我覺得趕快趁機 我們來檢查一下 他們看A片 可能有哪些態度要需要 輔導一下的 比如說我們來問一下 同學看A片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跟剛剛教授講的 男女不一樣 你最注重哪個部分 好 大亨 其實男生主要最注重的話 就是女優要長得很漂亮 對 應該 女優要漂亮 對 女優要漂亮 身材可能很好之類的 好 女優外表是一個 小胖是要表情 對啊 因為表情占很大部分 因為其實有時候表情 你自然的話 男生才會喜悅 如果說你今天看一個女生表情 是那種就是跟死魚眼一樣的話 那男生就會 流口水 口水啊 少年 沒有 我是有人表情很誇張 誇張到就是流口水的那種 有點噁心 那我個人比較喜歡是裝扮 我喜歡那種就是說 比較COSPLAY的感覺 對 像有一個系列叫工作系列 他現在出到第39集 那就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們知道這個幹嘛啊 奇怪耶 工作是說各行各業 對 他就找各行各業 然後穿各行各業的制服 然後就是拍出來 嗯 好 然後繡繡那個什麼叫現不現實 就是我 實不實際是不是這個意思 誒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那個 因為很多那邊就什麼 護士啊 老師啊 學生 有那些學生 通常學生都是超老的 那 你超老的 你怎麼看 DEO都很好 然後護士也是 就是一個小 也不是站在真正病房啊 就是假的 然後教室也是假的 然後電車那個也是假的 故意的啦 電車那個 電車可以用租的 那一箱 包箱 啊公車也是公車就可以租的 所以我最喜歡就是 很素人的那種 突然 突然 跟一個女生怎樣這樣 那種 所以太誇張的表情或動作 反而沒辦法吸引 其實我們男生都看得出來 真的 對 這個 瞞不到我們 好 小波 劇情 我比較喜歡有劇情 就是慢慢來那種 我不喜歡 就一看就是脫光光在床上 這樣超無趣的 而且我反而會快轉 喜歡那個片段 不過現在講到這個 喜歡的A片注重的地方 那問一下我們男大生好了 你們有沒有曾經看過 哪一部A片 是讓你覺得 刻骨銘心難以忘迫 女生來看成人片 到底有什麼感想 然後我知道就是鬆倒楓那一類 就是好正 我自己看都覺得 怎麼那麼正 然後就看自己就 然後他立真氣愛我 這樣子 最親愛你 比如說我就下來 我就拉隊人片 結果打開來是A片 就是拉隊女生 然後我就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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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生了沒 不要 問一下我們男大生好了 你們有沒有曾經看過哪一部A片 是讓你覺得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 有沒有 大黑已經寫好了 射鬼奇航跟性愛筆記本 就是美國好像有專門 有一家 有一家專門是改編電影系列的 對 對 他就把神鬼奇航 就連那海盜船都有 然後就把它改編成 改編成那個電影系列 然後就做了很多電影系列 反而可以拍成A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次改編死亡筆記本 死亡筆記本 然後就是你只要寫上那些 那些東西 然後它就會發生 就覺得這個是很酷 就覺得這比較有特色 我覺得這很好笑 你看的那個是男生鞋還是女生鞋 男生鞋 對 有另外一套系列是女生鞋 就是他男朋友送他一本 性愛筆記本 然後他自己寫 然後全部都會實現 然後這兩個系列的劇情 還有動作都差非常多 就是一個 男生一個封女生觀眾 就是男女的新幻想 有時候差異是滿大 笑說好厲害 笑皮 我這個小精靈的婚禮 這個造成我一個很大的一個陰影 什麼陰影啊 你給大家看看 答案板再給大家看一下 小精靈是什麼 不是 答案的是 不是我國中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跟我說 最近有一個片真的很特別 是他看過有史以來最特別的片 就會去找他看 他那個故事其實就是 一群小精靈 大家全部都是侏儒 然後就是 侏儒都很可愛 然後他們在結婚 然後就莫名其妙 就結婚典禮一晚 然後就要切蛋糕 他們就把蛋糕全部推開 然後就一群的珠儒在那個長桌上面 全部就開始搞起來了這樣子 我覺得其實KEN哥應該也是 就是看過很多很特別的劇情 那個算黑片的 聊一下 對啊 那個算黑片的 奇幻細節 對 我看到的是像 我相信大家大學生也都有看過了 你們跟我一起都有看過 就是有 哭了就嚇唆 有那個就是性別互換的嘛 大家應該都 真的有說 什麼 沒有 就是 譬如說就男生跟女生 你跟納豆演一下 快點 假設你是男的 還是女的 劇情一開始 我原本是一個女生 他是一個男生 我是一個男生 等一下 我是女的 撞到 撞到頭以後呢 醒來之後 醒來之後 醒過來 納豆 我怎麼有胸泡 我的雞雞腿 在這裡 男女互換 換了女生 換了女生 然後就 這跟戲說台灣還滿像的 有 有類似的地方 是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在於劇情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劇情假如 就是夠吸引人的話 男生你會願意看 男生其實也喜歡劇情 對 你就看一個女生 那你明明知道他是女的 然後他又要演一副男生的樣子 然後挖鼻孔 然後開始自己研究自己的身體 好好笑 所以兩位是比較有 你知道就是 真的是演過戲的人 就會對戲劇比較專嚴 對…我們在 就是看他的演技 演技的部分 好 少年又來了 我看過更瞎的 他那個就是講說 就是把女優和那個 探險隊派去非洲 然後找那個部落 就找一些 就是土人 然後都不會講話 然後叫女優 去誘惡那些土人 哈哈哈哈 就被土人做這樣 什麼鬼啊 而且他還拍了五集 我覺得超瞎的 好吃 欸 這個還蠻多特別的小優 就是我之前在我男朋友的時候 自己沒有看過一個超酷 是人跟狗的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嚇死我了 而且是他完全 他不是A片 他是就是讓我自己拍的 曾教授其實可能在A片裡面 有很多是人獸膠系列的 對啊 那這樣子比如說在觀看者 比如說他必須是一個 成熟的心智嘛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這些A片啊 有的是個人特殊的 性癖好的呈現 真的會有人喜歡這個 但是很少 然後我們不了解 所以我們會看起來很噁心 很恐怖 那你們在看的時候 就要了解說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好看 就是剛剛